马英九基金会宣布二度邀请终身团访台 其中成员还包括了奥运桌球六金传奇选手马龙 引发了不少讨论 对此陆委会说明 目前已经收到马办的申请 只要是符合对等尊严的两岸交流都欢迎 只不过马办执行长萧续成却感叹 党中央对此事不闻不问 让他直呼国民党不是跟前总统马英九越走越远 而是跟自己越走越远 我们也是很担心 我们这次马龙当团长的这个学生团会受到阻碍 很担心两岸交流被迫喊咖 马英九基金会宣续层主办邀请终身团访台 其中也包括奥运桌球六金传奇马龙 如今主管机关陆委会已经接到申请案 陆台申请案我们已经收到了 依照现行的规定和程序处理中 符合对等尊严 健康有趣的两岸交流我们都正向看待 强调弱势核无规定 政府都鼓励 不过针对两岸交流议题 马半却将炮口对卷党内 我也很讶异 这个他们现在态度是比较冷 我觉得这不是跟马英九越走越远 这个是跟自己越走越远 我希望这个可能只是 只是因为这个 因为昨天有很多议题 马半执行长肖玉成很讶异 怎么自家人针对两岸交流态度冷淡 智库执行长柯智恩则出面换家 针对肖世成的说法 党中央并未回应 只不过却有党团成员喊冤 表示两岸交流固然重要 不过如今立法院真的忙不过来 眼下一题包括总预算案 财化法都悬而未决 党团党中央真的无暇顾及交流活动 毕竟蓝银党内与马半聚焦议题不同 双方才有认知上的落差 记者中的刘春威台北上不到